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 28日 今天已經是 星期五 你現在 聽的是 升旗易得道的主頻道 不過我們的節目 意思是在星期二日報告的頻道 請稍微欲報過去 欣賞我們精彩節目 今天 要跟大家說一些國情和香港消息 李尚福政變 事敗被捕 兩任國防部長都有參與政變 這件事 中共史上不要說未見過 全世界 稍為 成立一個有少少規模的國家也未試過 在這個敏感的時刻 三中全會開幕之前 究竟有甚麼古靈精怪呢 也有突發消息 朝鮮派兵去烏克蘭 幫助俄羅斯入侵 究竟他是膽生母 還是身不由己呢 這群人 是僱傭兵身份呢 還是廉價勞工呢 兩人都有機會的 不過 肯定會刺激整個美國 對付他們的決心 金融圈 也出現了一宗 退贓普平安 現在 在大陸 找到很多金融圈的 那些大粒人 其實以前很好賺的 一年分中賺幾千萬 現在 中央要求他們退回 之前賺的錢回來 他們現在 只能夠封頂 每年的上限就是賺290萬 一超過的 就要退錢 那麼究竟有多少人要退呢 這筆數有多大呢 而且 他們究竟 有沒有得不退呢 這件事其實會引起一個很大的震盪 現在搞得你這些高管 金融公司 下一次就輪到民企 然後 會不會 其他的私有產權 也會被侵害呢 這個 肯定就是加速 令到更加多人走路的原因 另一支突發消息 就是 在蘇州 一個日本人學校的校伯 一位女士 建議勇為 他叫做胡有平 結果 被兇徒刺了很多刀 現在是不自身亡 日本 全國也有很多人對他做出悼念 而這個日本的大使館是下半期之哀 不過中共 對於這個公安局是隻字不提日本人 校巴等等的字眼 只是講述一件襲擊案 女士被襲擊身亡 沒有說到他的建議勇為的行為 也沒有說到來龍去脈 很明顯就是心虛的表現 現在中共各心虛德 連這些事也要遮瞞 彷彿他好像是由他親自 策劃親自領導 這個國家的可恥行徑越來越離譜 最終 就是這個有良心的人 就沒有了 剩下的就是義和團 當然了 我們看到香港經濟一般 有人就死定了 最福留的老闆就說 不要死定了 因為經濟真的不行 等將來的經營環境好一點 大家才會再開到未遲 你現在硬撐下去 倒閉 其實不可遲 最重要 不要躺身下去 舒服身家 當然我們一直都分析 為甚麼香港不能翻身 這個不是經濟周期有高有低的問題 而是整個結構改變了的問題 當你的地方結構改變了 你不能夠用回以前的方式去思考 很多人 都不了解歷史 所以 最終 就出大事 好了 那麼多次節目 精彩的 希望大家可以進來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更加每一節都是 多多支持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如果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我覺得怎麼樣 我們每一個月的請沒用 就要不要再認識 我們可以開啟了 我們可以開啟了 我們可以十分之中 你們還有一邊 先怎麼開啟了 我們可以把啟了 我們可以開始 你也要不發